大家好,我是Leon 我是Chris 今天帶大家來到這裡 屯城大馬路 是怎樣的? Avanita de Thun Singh 其實這個大馬路的譯音名 就是葡文為例 都叫做Thun Singh 譬如葡文我不懂 如果英文的話 應該是叫做Dolphin City 類似的東西 如果以前已譯的話 可能會這樣譯 但是現在比較多的街名 就是新的街名 都是會譯音的 這個位置在哪裡? 這個位置 先看看 這邊是澳門 這裡是新城A區 沒錯 屯城大馬路 就應該是很久之前 這條馬路好像很出名 很多人不喜歡這個名字 有些人覺得很奇怪 其實你解釋一下 其實屯城 是什麼意思? 其實屯城就不是說 現在我們經常吃 又說什麼屯肉 不是豬肉 這個屯語 其實就是海豚的意思 我也是這樣想 因為好像說 在珠海和澳門之間 那個水域 經常見到白海豚 沒錯 其實以前 珠海 相傳他們有個名字 叫做屯城 是嗎? 現在是說珠海 沒錯 經常都會見到一些海豚 在珠海出沒 所以那裡其實叫屯城 沒錯 因為這裏就是新城A區 近住珠海 是嗎? 叫做人工島附近 所以叫屯城大馬路 是 就不是說澳門 沒錯 希望大家了解清楚 其實我們來到新城A區 我發覺周圍都在建東西 看那邊有一堆東西 很多天青在這裏 其實這些是什麼 我想是新城A區的經屋 應該先看看 我估計 因為這裡有很多吉地 大家都看看 也有很多天青在這裏 那我們的特區政府應該就說 在新城A區裏面 就會有很多工營的單位 沒錯 相信應該是經屋類似的東西 聽說有幾萬個 其實右邊這裡 這裡有個招牌上去 B10 B10 其實就是澳門B10地震的 公共房屋建造工程 OK 這邊也有另外一些工程在這裏 當時還沒見到 寫著中國路橋 應該都是類似在建這些公共的東西 希望將來這裡應該會很旺 是啊 其實有一樣東西可能要注意一下 是 其實我們一路走新城A區 這條路 我想大家不多不少 可能有走過一兩次 是 但是這裡單行線而已 不是 雙行 雙行線 雙行線 沒錯 即將來有機會比較濕 如果這裡遲些是有公屋 又或者有其他東西 要出入的時候 我想這個出入很可能要考慮 考慮 我覺得這裡還有路 還有地方可以多建多兩條線 不過現在我想是暫時性 還沒建好 就是一條線而已 如果將來我覺得有條件 可以再擴展兩線至三線之間 應該就不怕塞 當然去到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用的時候 這裡如果去珠海 經過過珠澳大橋很快 是啊 其實這裡 我想是一個 交通都變節 不論是你去珠海 是 或者過了疫情之後 你去香港 翻黑沙環 都很方便 好 我們先看一個圈 這邊正在建 是 再看這邊 其實澳門就是這裡 是 新蒲京在那裡 很近 北區就是這邊 沒錯 這裡正在建的地盤 不知道是什麼 這邊就是B14地段 是 有客人來到這裡 抽到京都的人 我覺得都可以 我也希望抽到 多謝大家 拜拜 店呔 店員 選賓 celebrity 店員 же